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我们人很容易地将我们的生命分为过去 现在 将来 过去或许我们会说过去了就过去了 想怎么样也不太可能 唯有珍惜现在 在现在努力地去付出 去摆上 可是也很矛盾的 我们对于未知却又是那么的茫然 我们真的不知道将来我们会是如何 今天我们要从圣经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 来看一看我们的未知 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面对未知 因为当我们逃避 不是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 有人说 当你面对光明的时候 黑暗永远在你后面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面对光明的时候 黑暗永远是在我们的后面 今天人生路上难免会有阴影 让我们有的时候走不过去 有的时候我们当要踏出这个步伐的时候 面对的一些的难题 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是不是该踩出去 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 新约圣经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说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造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看起来好像很矛盾 亚伯拉罕告诉他说 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只是你的地方去 对亚伯拉罕来说 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 也就是亚伯拉罕 在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神要求他去到他所应该去的地方 今天这个世代 告诉我们 当我们看到眼见 大于未知 我们总是怀疑 所以圣经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希伯拉罕十一章第一节 对于那没有领导的未知 说真的 我们必须用信心去面对这个未知 亲爱的朋友 当你面对未知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有的时候心里面还真的蛮做难的 但是 只要我们肯去面对 不要逃避 那么这些问题 在神 他总会帮助我们 一一地来解决 这是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 他没有逃避 他起来迎向他的位置 在圣经创世纪第二十一章 第五节告诉我们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对一个一百岁的人 我们想要一个孩子 那真是困难了 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 莎拉 曾经想过要用各样的方法 要得一个孩子 可是神总是说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有一天 亚伯拉罕坐在城门口 看见远方来了一群人 立刻跑过去迎接他们 并且打水给他们洗脚 也请他们在树下休息一下 并立刻背上了丰盛的餐饮 亚伯拉罕 真的是照着犹太人的规矩 接待远方而来的客旅 而且亚伯拉罕并不是敷衍地去做 他乃是尽心竭力地去接待 他不知道 在这一群人的当中 有神在其中 在这一群人的当中 有他蒙恩典的一个祝福 在这其中 他并不知道 在这一群人当中 有一个人突然间问 你的妻子沙拉在哪里 他回答说在帐篷里 这时候 另外一个人接着说 明年的这个时候 他也就是指着沙拉 必然会为你生一个儿子 沙拉当时候正好在帐篷门口 他也听到这句话 不过他觉得很好笑 他年纪老迈了 怎么可能呢 就把它当作是一句笑话吧 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把许多的事情 当成是笑话 当成是天方夜谭 或者说 这是不可能的 亲爱的朋友 千万别忘记 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 耶稣说过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你看圣经里面 受过许多苦楚的约伯 他不是这样说吗 他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遇见挫折 软弱灰心的时候 千万不要灰心失望 因为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些软弱会让我们惶恐 有的时候这些软弱 会让我们想 我到底会遭遇到什么事情 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 你将会得到一个孩子 对亚伯拉罕来说 这不是一个什么新鲜事了 神啊 你要开玩笑 不要开那么大吧 可是神说 你明年这时候 必然会得到 所以他对神说 我既然五指 你还吃我什么呢 是一粒一蟹吗 当时神就很清楚地 告诉他说不对 后来亚伯拉罕又听从 太太的意见 与仆女夏甲同房 想从夏甲得到一个孩子 以史玛利 但是也不是神的方法 因为神说 这些孩子 我会祝福他们 但不是 因此神后来跟亚伯拉罕说 你要成为一个大国 你的子子孙孙 要成为一个很庞大的国 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对亚伯拉罕来说 那真是一个未知数 而且当时候 亚伯拉罕已经将近一百岁了 他还能够生养吗 对于未知 他们实在存不了什么希望 今天在生命的当中 我们对于未知 到底是相信神呢 还是在我们的未知里面 加尽我们的信心 仰望神呢 何况神给他们的 并不是十年百年之后 而是神说一年之后 你在圣经里面 你看见了 当以撒降生的时候 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 是多么的大 神他掌握了未知 所以让我们勇敢的 面对的未知 在未知的当中 我们知道 我们用信心 信心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来经历到 神所应许我们的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往本地 本族 本家 你要离开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当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走 但是事后 你看见亚伯拉罕 他知道神绝不会做错事的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将你的位置 交托在神的面前吗 神必然会祝福你的 愿神来赐福保守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